朋友们好,今天是2023年10月12号,星期三,现在是美东时间小时6点10分,美股已经收盘,我们很快注意一下收盘节美股。 那么今天关键的一题是美联储预计经济衰退,美股收跌,高盛不再认为美联储6月份会加息,那么市场加大对美联储年底前降息的压注。 那么这个图就是飞到挖起上,我做这个视频之前截图的,目前市场认为就是说加息20国际的概率就是5月3号,下一个月大使66%的8%,所以我们看今天主要的摘要对这个CPI收据反应,从市场来看,那么交易员在美国CPI收据发布后,加到了对美联储年底前降息的压注, 那么同时,下调了5月份加息的预期,与美联储会期挂钩的互换合约显示,那么交易员对5月加息的预期回落到略高于2%的水平,也就是这个地方, 6.3%,目前跟市场预期的飞到挖起上,应该是完全一致,那么同时,对12月份预期显示,届时有效联邦基金率的将比目前的4.83%低,超过半个百分点, 实际上目前这个应该是不包括这个5月3号,这个另外还要加息25个基点的,那么另外一个财经金融博主就是说ZeroHedge点评称, 这个是比较有名的一个金融博主,那么由于大多数其他华尔街银行仿效高盛的观点, 那么预计5月份是本轮加息的终点,将在24小时内成为共识,所以目前至少到今天为止,一般尤其高盛预计5月份应该是本轮加息的一个终点, 也就是5月3号,这个时候我昨天尤其是前天讲过,这个加息的终点就应该是卖股票的时候,这个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, 这个观点实际上是美国银行说的,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论,美国银行目前建议最后一次升息就是要卖股票, 也就是5月3号下一个月应该是最后一次加息,目前还没有最后的定论,目前只是高盛这么说, 所以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,美国银行就是说,它认为全球的经济衰退已经展开, 它主要是从一些,这里头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,你比如说美国制造业活动下滑, 那么ISM新订单指数显示,美国企业获利疲远,那么全球企业获利将减少, 美债支撑的曲线变陡峭,那么减产未提振油价, 这就是劳动力市场将趋缓,那么全球的房市降温, 美国信贷紧缩,开始影响劳动力市场,欧洲银行也放贷萎缩, 那么企业职位空缺下降,所有的都是最近都开始发生了, 所以美联储今天也说,美国今年年底前应该是会衰退, 另外就是说,目前这个指数,如果大家关注的话, 实际上风化是比较严重的,也就是轮动,非常非常的快, 前一段时间是纳斯达克涨势非常的猛, 那么最近纳斯达克在回调的比较厉害, 那么前一段时间往前再推一点那个道琼斯回调的比较厉害, 但是最近的时间道琼斯是比较抗跌的, 我前几期视频讲大盘的时候都讲过这个趋势, 那么如果说这个指数目前实际上都在高档, 快速的能动,我们怎么样应对, 那么这头主要给大家说的一些基本的原则,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, 我们可能没有时间给大家把每一点都举一个历史, 大家可以去自久时间可以去对照的, 就是说找一些历史, 你比如说那些连续涨的比较强势股, 最明显的就是那些跟AI人工智能相关的, 你比如说半导体芯片那些板块目前都在非常高的位置, 这些涨势非常连续, 所以连续强势股,你必因为它, 那么这些具有基本面, 即当下热门体质者, 那么压回的时候可以进场, 我以前实际上说过, 这种股票枪, 因为它你按趋势线, 或者按20天线, 10天线, 都是可以进的, 但是目前这个位置有点高, 那么另外你也可以用小时, 就一小时那个指标, 或者是拉回15%上下为进场点, 这个完全是一个个人的观点, 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, 员成能力以及交易习惯, 你可以用15分数图, 你比如说短线, 你可以用日K图, 或者是拉回20%, 或者拉回10%, 都是可以的, 主要是就是说你不要追高, 这是个主要的观点, 那么另外一个利多, 那么这个是有反应的一些股票, 你比如说现在就正好进入这个超级财宝, 之后, 礼拜五应该是也, 大理银行股应该要出财宝,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关注了, 如果说营收大成长利多非常多, 股价高开, 高走高开, 那么这个时候就, 你就最好不要追涨了, 那么低位阶的, 那么有压力修正的, 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小幅追价, 那么高档的情况, 这个地方我们说的高开高走, 就不要追了, 那么你等到压回以后再进场, 所以这个财宝往往只有两种情况, 一个就是大涨, 一个就是大跌, 这个时候是大涨的情况, 那么另外一个, 如果说财宝是离空的, 这个时候有可能大跌, 这个时候低位股价, 有可能高开低走, 或者甚至低开低走, 这个时候你可以留意压回的一些进场点, 那么高档的股票, 你要等压回数量的时候, 指标落底以后, 那么再留意, 那么另外一类就是利空的, 你比如说如果说有利空消息, 这个股价有反应开始下跌, 这个基本面比较好的时候, 那么利空下跌, 那么拉回的时候应该是个进场点, 如果说本来基本面比较差, 那么利空下跌, 你即使要做, 你要设好那个止损, 挺厉害的, 就像那个AI人工智能那些成长性的股票, 我等会主要是在这个地方, 关于这一点给大家举几个例子, 另外一个就是利空不跌股, 也就是说有一些利空的消息, 但是不跌, 这个时候低位界的优质股, 可以大量的进场, 我们说利空不跌, 往往就是低点, 就是满一点, 但是在高位的优质股, 你可以少量的进场, 那么低位界基本面不加载, 不好的, 你可以少量进场, 那么高档的, 基本面不好的, 那么只需要关注就可以了, 就没必要进场, 所以这里说的一些比较大的原则, 我今天主要是用利空不跌, 或者是利空有反应的股票, 用人工智能的股票给大家讲一下, 我们先看一下大盘的情况, 那么今天这个大盘时候高开低手, 从分数看得非常清楚, 那么收盘的时候, 那是达克通货指数下跌0.85%, 那么标普下跌0.11%, 那么道琼市下跌0.1%, 都是高开低手, 我们看一下行业认的图, 大家看基本上是涨跌互线, 那么下跌的板块要多一点点, 我们看一下这个领长板块, 今天是周立富, 那么银, 也就是那个贵金属, 废物管理, 每个抗疫概念, 然后就是炼胶煤, 石油, 天然气, 保险, 建筑材料, 所以这里头既有一些传统的股票, 你比如说石油, 建筑材料, 也有一些抗疫概念股, 也有一些贵金属, 所以今天这个股市, 这个排在这个领涨板块里头, 实际上是比较多元化的, 我们看一下涨跌分布, 接收盘的时候下跌的股票6604只, 那么上涨的股票4960只, 所以下跌的股票数, 比上涨的股票数要多一点点, 所以表明这个市场看跌的气氛是比较浓的, 好了, 我们很快地看起这个股票, 就是根据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原则, 就是说, 讲一下这个AI, 你比如说这个C3这支股票, 这支股票实际上如果大家记得, 这一根大阴线, 包括这一根就是当时有利空消息, 当时这个AI有很多负面的消息, 你比如说意大利政府, 那么禁止使用这个AI, 包括韩国政府, 因为都是牵扯了一些个人的一些影视, 个人的一些资料, 一些一些陷入的问题, 所以当时来了两个大阳线, 但这支股票我以前也讲的比较多, 大事实上经过这一波往上拉伸以后, 形成一个距离整理区, 大家看下, 它已经是连续一, 一二三四, 这第五次都没有跌破, 所以我当时讲的是, 在这个地方我是有进场内, 有一点底仓, 那么这支股票我更认为它还会跌, 它还会重新要测试这个距离整理区的下沿, 这位置大事20块7毛的位置, 就是说来到这个位置的附近, 都是个比较好的一个建仓点, 你可以把你的直升点, 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利空不跌, 或者是利空下跌以后, 跌幅都比较大, 大家可以看下这个阳线, 这个阴线吧, 当时是在4月4号星期二的时候, 那么下跌超过26%, 那么这根阴线在4月5号星期三的时候, 那么下跌超过15%, 这些下跌幅度都是比较大的, 那么这个时候, 那么你一定要带好自己的支撑点, 大家看一下, 它目前这个还是亏损的, 所以它实际上是没有业绩面支撑的, 也就是它群体是一个题材, 是一个概念股, 就是说是一个, 这种情况下, 你一定要带好你的支撑点, 如果有获利, 在这些位置, 你都应该是挺利的, 这就是说这种股票的一个基本的思路, 你目前至少不适合长期持有, 我以前游戏视频专门讲的时候, 目前这个人工智能这种远见的这些股票, 实际上还没有, 这个主升浪目前还没有开始, 目前还在这个洗盘的阶段, 所以你可以做T, 也就是说可以做日内交易, 那么逢高的时候, 你理想逢低的时候, 再进场, 这个就是目前对这种, 没有业绩面支撑的, 比较热门的题材, 题材做的方法, 但是你可以保留一些底伤, 一些盈利伤, 这个就是基本的思路, 你比如说明天, 这些股票很有可能低开, 为什么呢? 你可以从这个分时度上看得非常清楚, 今天这个分时度实际上是, 一一直就从来就没有超过这个均加线, 这是一个非常弱势的走法, 包括这个收盘的时候, 到四周去沾上这个均加线, 也没有成功, 所以这种走势非常非常弱, 我猜想明天还会低开就是说, 那么如果说明天, 就像我刚才说低开的话, 如果有信来到这个位置, 20块7毛, 20块8毛钱左右,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警察点, 你可以把你的支撑点, 就塞在这个200天EMA的线的附近, 大概就是20块2左右, 那么这样你基础方向做错, 你这个损失也不会很大, 我以前讲过这个观点就是说,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只股票, 也是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BBI, 这一只股票今天相反, 它今天是一个上涨的, 大家看上涨差不多10%, 正好10%吧, 它今天而且占上了200天的EMA的线, 这个是200天线, 这个是5天线, 这个是10天线, 这个是20天线, 1月线,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, 这个BBI它目前实际上, 这个走势还是比较强势的, 它占上了200天的这个也就是年线, 我用的是EMA的IG, 而且其他这些短期的线都形成了一个多多排列, 但是我个人认为, 就像我前面说的, 这种没有一页界面支撑, 大家看它目前也是亏损的, 也就是说是一个成长线的股票, 政府都非常非常大, 所以明天很有可能, 它重新测试这个200天的线, 这个大概是2块9毛2左右, 到BBI手机, 大家看目前盘后是下跌的, 所以这个股票我以前也讲过, 它这个成本位, 它还主要的这个主力成本线在这个地方, 大概就是2块钱左右, 所以如果有机会重新来到这个位置, 应该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紧张点, 你称呼可以大一点, 但是目前应该不会, 因为目前你看它这个趋势已经走出来, 基本上是一个重心往上移的, 所以明天, 你看这个盘后, 它有可能回车这个月线, 这个概念可是非常大, 今天实际上已经回车过, 那么当然能够, 这个10天线能够来到月线附近, 大概是2块4毛8左右, 这个时候你可以少量减长, 因为这种股票, 每天涨幅跟跌幅, 你比如说这只股票涨个10%, 跌个10%, 跌个20%, 你比如说这根阳线, 在4月3号的时候周一, 这根阳线当时上涨超过28%, 即使这根阳线在3月31号的时候, 礼拜五上涨也超过23%, 所以它涨跌幅都非常大, 那么你逢低的时候都是可以进场的, 我们可以看一下分视图, 它这个分视图就比刚才那个AI强非常多, 它基本上从11点45分12点钟以后, 就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均线之上, 但是它在这个质上尾盘的时候是不太正常的, 我以前在我那个Discord VIP群里头, 也是非常多次强调过, 像这种尾盘暴力拉伸, 你比如说, 你跟这个地方均线相比, 基本上暴力拉伸到6%左右, 我们说这个尾盘拉伸, 飞奸机道, 都是一种不太好的, 大家一定要小心,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盘后大跌, 所以这种尾盘一般拉伸的幅度超过5%左右, 你就要小心了, 这是个基本的判断, 就是说我们最后再看另外一只股票, 这只股票我今天在Discord VIP群里头曾经有讲过, 我自己也有操作这只股票今天做的一个日内教育, 这只股票今天涨是非常非常的猛, 你从Face图就看得非常清楚, 它也是属于尾盘拉伸的, 大家看一下, 尾盘实际上最高超过110%, 你要跟这个地方再相减的话, 就是说尾盘这一段最高点曾经拉伸超过40%, 即使收盘的时候, 你要跟这个地方相比也拉伸了超过22%左右, 所以这种尾盘, 我刚才说过超过5%的拉伸, 大家一定要小心, 你都应该是离场的, 你说要到尾盘目前也在下跌, 我们看一下日K图, 那么这只股票, 我以前讲过, 就是说在我那个Discord VIP群里头, 收益吸收城墙3号, 已经非常非常多的次数了, 这一次实际上也收益了吸收城墙3号, 关于这个吸收城墙的具体的概念, 有时间再给大家做继续分享, 就是说, 但是目前这个位置是有点高了, 如果说明天有机会回踩, 它今天这个大阳线, 不光是突破了这个吸收城墙3号的上沿, 而且突破了这个远户底的前面的这个, 这个所谓的这个高点, 所以明天它很有可能回车至少这个高点, 它是22.5左右, 在这个位置要能站稳, 你可以少量减仓, 或者最好能来到这个吸收城墙3号的顶段, 这个位置那么也是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场点, 好了,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, 就在明天交易顺利, 拜拜。